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静 很多人都知道伊朗的话大部分人属于穆斯林的 所以说他们是不吃猪肉的 有一些评论期的一些黑宝宝呢 就说话就比较酸呢 说哎呦你太可怜了 嫁给你老公之后连猪肉都不能吃了 哇,我现在手上这个猪蹄好香啊 这个呢就不劳您废心了 因为我在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确认关系的就是说 你们的信仰的话 我去尊重你们的信仰 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能因为你的信仰而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如果不能接受的话 那我们就没必要记下去了 刚好我老公呢又属于比较开明的人 他不吃猪肉 但是绝对不反对 我跟娜娜吃猪肉 不干涉我们的自由 我呢对待爱情的态度 当时就是 我不可能为了爱一个人失去自我 当然我也同时尊重我老公 我也不想让他为我改变什么 每个人的出生啊文化呀 还有习俗不一样 相互尊重 互不干涉就行了 这也是我们的婚姻能维持 跟坚持下来的原因 虽然结婚了 我们也都爱彼此 但是他还是他 我还是我 并没有因为婚姻而失去自我 在这边不吃猪肉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这边的猪肉真的不好吃 而且超级贵 上次买的那个猪肉油骨骚骚的味道 洗了三次锅都没有洗干净 最后那个锅刚好是用的差不多了 连锅也直接扔掉了 家里的骚味三天都没有退去呀 洗锅的时候真的是把我吐的胆汁都要出来的 今天小闺蜜过来 跟我拔了一下火罐 刮了一下沙 然后我昨天拍了一下爱揪的水 今天又拍了一下爱业的水 泡了个脚 一出哈 我的妈呀 真的是感觉鼻子瞬间通了 然后是今天也不流鼻涕了 嗓子也没那么疼了 就是除了还有一点鼻音 其他差不多的症状都回来了 感觉再有两天就彻底的 康复了 哎呀还好还好 敢在旅行前 这个病都好了 娜娜娜就是偶尔又一声咳嗽 其他也正常了 大家对这个视频还有印象吗 这个是娜娜在伊朗学跳舞的视频 看着几个可怜的孩子 没见过中国烟花 几个小烟花 突然去的烟花把他们打发了 没见过失眠的样子 咱们得带着人家回去 见见失眠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被抓回来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哭了 你儿子在过两年 把他老爸收拾的不行 奶奶你跟谁加油 奶奶你说爸爸赢了 还是哥哥赢了 哥哥赢了 你要加油 人家康师傅是练过太极拳的 因为让我老公给他切磋一下 我老公是台前代黑代二段的 你老公跟打台黑代 我老公是在中国的公园里面 跟那种老头老太 耍太极拳 把我咱们中国的骨子给协会了 每天 你让你老公打一段太极拳 我让你打一段太极拳 太极来 来 来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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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公司台军兜黑代 一脚 嘿 帮他飞从 你总教会 你总教会 跟坐飞机一样 飞呀 吝 好可惡